大家好,我是李船长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走进航海的世界 走进航海人的生活 那今天咱们插播一期节目 这个是应长荣公司长官的要求 把整个的抛锚作业呢 做一期快速的指南 那这个指南是来自于长荣海记客的 通篇相当专业 那对业内人士呢 肯定有很大的帮助 不管你是什么船 你只要按照这个指南 来实施抛锚作业 可以完全避免丢毛事故的发生 在此感谢长荣海记客无私的分享 顺祝大家航安 那船上在执行抛锚这项作业之前呢 一定要彻底的落实 此项作业的风险评估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风险评估的风险值 没有达到要求的话呢 这项作业是要叫停的 我是不能干的 另外呢就是任务的解说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briefing 要做简报的意思 要把这个任务的目的 一些细节呢 要跟相关人员的沟通 那其中相关操作人员 他们的经验与技巧 也应该列入刚才所说的 风险评估当中 举个例子说吧 就是老大副和新大副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定要列进去 那么如果此次抛锚计划 采取的是重力式 也叫自由松放的 直接抛下去这种呢 那船长在下令抛锚之后 这时候船头的大幅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锚链每下水一节啊 至少要做两次的刹车 切记把这个刹车全都打开 那这个一节锚链是什么概念的 一节是个长度啊 指的锚链长度是90英尺 也就是27.5米 它这个呢有两种观测方式 一个呢是目测 锚链上面都有结束的标志 另外呢就是锚链的计数器 这两种方式 那这两种方式一定要配合使用 而不能单独依赖其中的一种 那这一部分呢是针对船头来说 那么对驾驶呆来说呢 对船长来说呢 这时候最重要的是控制好船速 那么至少低于一节速度的时候 才能下达泡锚的命令 当水深大于50米的时候 这时候建议船长 你干脆也不要泡锚了 你就飘航就好了呗 但是如果说非下锚不可 那么就一定要采取全程 on gear这种方法 就是说锚链全程 用锚鸡的力量 把它送出直到抓牢 无论哪种方式啊 重力式的 还有这on gear这种方式的 当船头背锚 将锚送入水下 这个背驼的这个时候呢 船长在驾驶台 务必要控制船速 控制在多少呢 0.3节以下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 因为水流过强 冲击这个锚和锚链 然后从而给锚鸡带来超负荷的拉力 避免这一点 这里呢也顺便说一下法规的规定 那任何船型的船呢 它的锚鸡的力量 必须能够将三节垂直的锚链 再加上锚的重量 然后再加上5%的安全极限 这个重量 这个锚鸡呢 都能将锚和锚链安全收回 那以上这些呢 是抛锚作业的操作纲领 那咱们就回到船头看细节 那好 我们就先来看它的整体 那这个就是锚了 那它连接的呢 就是锚链 那上面这个 大家看这个 就是制链器 它是作用是卡住锚链 那这个又大又圆的 这个就是支持锚链的脚盘 这边有好多小螺丝 看到了吧 这个就是刹车皮 当然它是附着在刹车骨上的 刹车盘是在那边 那我们走过去 好吧 然后从这边绕过来 大家看啊 这个就是红颜色的啊 刹车盘 它连接的这一套东西 就是刹车系统 看这里还有个这个六角螺丝 它里边呢 就是水平连杆 等一下这些都要讲得到 那这个长长的红色的杆杆 就是控制离合器的 它的开合 那就是所谓的这个 on gear和off gear了 用这个杆杆来控制 那这上面就是锚链的计数器 是机械式的 但也有电子式的 好 整体就是这样子的 每组锚啊 包括锚 锚链 锚鸡 都有它的说明书 那么说明书上的规范 那就是各项指标的标准了 在刨锚的前后 要测量如下指标的数值 测量什么呢 一个一个看 那第一个就是刹车皮的厚度 大家看这个就是刹车皮 它攀成了一盘 那么在抛锚前 抛锚后都要测 怎么测呢 我们要选六个点 平均选六个点 测它的厚度 那么抛锚前测一次 抛锚后测一次 那就是十二个数值了 那看这十二个数值 符合不符合说明书的要求 第二个就是下边钢带和支撑螺丝 它们之间的间隙到底是多少 这个在说明书中呢 也有标准 要测这个间隙 大家看这里 测这个间隙 第三个就是刹车盘 下边的这个螺纹啊 看到这里了吗 它的高度 就是它的距离 是多少 在这里 我们船是测量是190毫米 那么说明书的规范要求是多少呢 180到210毫米 这就说明我们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那另外呢 要在这个附近呢 张贴一个警示牌 要警示操作人员 要注意这个间隙 第四个 毛鸡的活动关节 这个地方 大家看这几个点 不要有油漆包裹 一共有三个点啊 不要有油漆包裹 你免得卡住嘛 对吧 处于一种活络状态嘛 大家看我们这个就需要清理了 这清理起来很容易的 等一下就清理 那这些数值 如果说低于说明书的标准值 那就要重新做调整了 要维修了 是不是 而且呢 还要重新制作风险评估 那最后一个关键点 大家来看这里 那这个是刹车系统的水平调整杆 它的滑动会改变刹车皮和刹车骨之间的间隙 所以呢 就要用六角螺丝来固定它 就是不让它转动了 那正常情况下 这个六角螺丝呢 也不会因为抛锚的操作而转动的 所以说我们用油漆笔在这上面给它做个标记 看看它抛锚的时候到底转不转 如果说你发现有转动或者有一个跳动现象发生的 你就要马上找出原因并且维修 修好了再抛锚 否则是不能抛的 另外这个六角螺丝啊 与两侧的这个三角甲板之间千万不要完全卡死 为什么呢 你否则的话阻力就过大 当你刹车的时候会误认为刹车已经到底了 造成误判 所以呢一定还要有间隙 这个间隙又不能过大 它就要求啊 这个六角螺丝假设我们才转动 它转也转不出这个间隙 转的时候就被卡住了 诶 恰如其分 要求是这样的 那么为了使各项指标的测量实际到位 公司就规定了 要将所有测量出来的数值呢 你最终要抄写在车中记录簿上 而且刹车盘下边这个螺纹 这个距离很重要 要拍照留存 每次都要拍 如果这个螺纹的数值不符合要求 是马上就要进行调整的 我们统观这个操作指南 从抛锚开始的风险评估 一直到车中记录簿的指标数值 还有要求拍照留存作为佐证 那么整个流程是非常严谨务实的 而在实际的作业当中呢 执行起来并不困难 但是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有效地防止了丢毛事故的发生 这里再次感谢长荣海记部门 无私的分享 那好 这期就聊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不要忘记点订阅哦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